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德的网站 我花了半个小时 大致确定 大战略的报告 实际上是乏缠可尘 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基本上是个凑数的 当然类似的东西 国内外的学界也是多了去的 多这么一个不多 但是在翻阅蓝德网站的时候 我发现了另一个报告 颇有意思 给大家介绍介绍 这份报告的标题是 美国式非正规战争 蓝德网站的首页标题就更加直白 美国为什么输掉了非正规战争 那么这篇报告有意思的地方是他的作者 这是一位曾在美军服役37年的退役少将 叫做查尔斯·克里夫兰 他现在是蓝德公司的国际和防务研究员 那么这位在美军当中担任过第十特种行动大队的指挥官 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和稍后的伊拉克制安战当中 他就负责了伊拉克北部的联合特种部队的指挥任务 此后又担任过美国南方司令部和中央司令部的战区级特种部队指挥官 那么这个报告的分类是叫做《分析性回忆录》 在该书的简介中作者说 虽然美军赢得了每次战斗的战术性胜利 但由于缺乏指导非正规战争的概念 理论和学说 结果我们注定在代理人战争以及人口中心战当中被美国的对手所压倒 那熟悉抗战史的朋友们肯定听说过 二战后日本防卫厅的战士部门出了一本书叫做《华北治安战》 主要的内容就是对二战期间日军在华北是如何被八路军的游击战搞得焦头烂额 虽然其中关于伤亡数字的是根据日本二战期间发表的官方的大本营公报来的 非常的夸张 那也可以说按照这本书的感觉 日本人也是赢得了每一场战斗的战术性胜利 但是看看日军自己总结的各年度的作战总结 1938年日军认为今后华北的致命祸患是共军 1940年华北将成为中共的天下 讨伐的重点要指向剿灭共军 1942年自秋季以来大东亚战争的局势转化为对日方不利 而华北治安战也随之一蹶不振 中央统帅部已经看出按照当时的形势发展下去不可能解决中国事变 而日本侵华的最高指挥官曾亲自主持华北治安战大搞三光政策的港村宁寺 在战后他也出版了一本回忆录来分析日本是如何在华北失败的 那么可以说作为失败一方的粉丝呢 华北治安战港村宁寺回忆录以及克里夫兰少将的这本分析性回忆录 他们在性质上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说可以说这本美国是非正规战争也差不多就是美国港村宁寺回忆华北治安战是怎么输掉的 那么这本书里面作者对于美军自越南战争之后的历次的反游击反恐和非正规战争做了一个概述 当然他对他自己亲自参与指挥的几场战争有更详细的叙述和分析 那么内容呢还是相当精彩的 比如说他负责这个欧洲反恐任务期间组建精锐的反恐特战小队 每个小队有六个人有两个小队 那么这就很有点现实中的这个彩虹六号的感觉 此外呢还有诸如如何用最少的兵力牵制住整个伊拉克北方若干个师的部队 使他们不能支援巴格达 还有啊如何利用克尔德武装等等等等 那么此外呢还有在南美非洲等地的这些特种作战中的一些事情都很值得一看 那么这些内容呢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阅读 那么也可以等到以后国内翻译此书或进行读 那么这里呢我们简单的看看他书里说到的一些观点 看看到底美国人自己看来他们是怎么输掉这个治安战的 那么在这本书中呢他提出了一个核心的概念 叫做非正规战争能力 它的基本概念就是说呢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呢 美国投入了巨大的力量去打治安战 但是在最近的十几年中呢 中国俄罗斯的这个正规军事力量得到了巨大的发展 这就导致了美国陷入了一个两难的一个境地 那么一方面呢恐怖分子 非国家行为主体日益壮大 对美国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那么另一方面呢 传统地缘政治对手日益壮大的正规军事实力 那也让美国越来越难以对付 而且呢这里面尤其是俄罗斯了 他们也积极运用非正规战争手段 就是美国称之为叫混合式战争 来轻视美国的这个实力范围 因此呢他认为啊 美国需要转变过去几十年当中啊 让正规部队去打非正规战争的做法 要建立呢 专门应对非正规战争的新能力 同时呢这个能力又不能影响正规军力的发展 那咱们且不管他能不能做到吧 咱们就看看这位美国港村是怎么分析的 那么他说啊 在我回顾历次参加治安战战役的时候 我发现这些作战全部陷入了和越南的失败相似的困境 虽然在这些作战中我们没有付出像越南那么大的代价 但啊和越南一样的地方是 我们在没有输掉一场战斗的情况下 仍然无法在战略层面上获胜 所以呢他认为啊美军需要反思啊为何失败 那么他这里面分析了六个方面 那么这里面最大的一个亮点呢 是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公众中心战 这个英语叫做population centric conflict的概念 以及啊战场的第六维度 人心human domain war fighting domain 这样的一个理论 他的这个概念呢 既包括了扶植符合美国利益的代理人 去争取当地民众的这个民心 也包括呢通过媒体宣传等手段 来提高美国本国的民众啊对美军战争的支持 然后在这个其中啊他认为更重点的呢 是后者 哎这个就有点意料之外清理之中了呢 那不管咋说吧 咱们还是先看看他围绕着这个公众中心战的理论 提出的这六个思考的点到底是什么 第一点啊这一点呢有点他自己自吹的意思啊 标题是这么写的 在非正规战争的战役中 美国在战术层面表现良好 毕竟前面从我们回忆部分就可以看到啊 这位啊几十年来啊 反游击治安战的这个部队的基本组织方式 行动理论和概念 都是这位美国港村啊一手自己建立起来的 那不可能自己自我否定吧 不过呢他说到啊 关于美国特种部队的一些优势呢 其实也值得我们参考 那总结是我认为美国特种部队能够在每场战斗中的胜利 并不能令人意外 因为呢他们是一群精挑细选训练有素 并专门为这种类型的冲突进行了准备的士兵 他们呢具有多种的语言能力 能够理解抵抗的根源 从而能够对抗或者利用它 他们的技能使他们能够在敌对的环境下活动 同时呢他们也为各种任务中可能需要他们面对的艰苦环境 甚至是牺牲做好了准备 那么这个呢可能是全世界特种部队都有的东西 那么下面这个呢就比较特别了 他说啊美国特种部队在任务中具备的一个特殊能力是 能够支持建立合作伙伴的军队 他们几乎啊在任何可以想到的复杂环境下 将原住民组成的辅助力量为我所用 不论是玻利维亚的贩毒分子 萨拉热窝郊区的黑帮分子和工会 还是阿富汗北方的军阀联盟 还是伊拉克的库尔德武装 甚至是巴基斯坦的部落武装 他们都能成为美国的伙伴 那么这些合作伙伴 当他们得到适当的美国科技 火力和情报的支持 都被证明能够成为关键性的工具 并帮助美国实现其目标 这个中国读者肯定很熟悉啦 这种熟悉的伪君味 这里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他还口无遮拦地 提到了支持南斯拉夫的这个工会实力 换句话来说 美国人在搞颠覆破坏的时候 他们可不管你是左还是右 能拿来为他们所用就行 要说呢这本书还真是 特别有美国退役老将军们那种 特有的啊 口无遮拦的这个范儿 那么下面这一段 他还专门提了 感谢美国国务院 和美国国际开发署 他们为美国式非正规战争 提供了大量的帮助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 美军就不可能实现 甄别雇佣和部署 和维持特定人员的这个能力 这话说的真是非常有意思 有意思啊 那么这个第二点 叫做非正规战争任务 需要非正规战争战役 这个有点绕 那我们用人话来解释一下 他意思就是说呢 这些治安战行动呢 都是需要长期部署 而且对当地的人文环境 冲突环境 如何解决当地的问题等等 有深刻的理解 但美军呢 如果只执行军事行动 他们是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因为在行动层面 美军只想知道 杀什么人 杀多少 我们怎么进去 怎么回来 这些问题 所以呢 这位美国港村他就提出 美国啊 需要认真研究 长期持续的治安战中 更复杂的问题 不能再搞 这个管杀不管埋 那一套啊 关于2003年狂飙突进 占领伊拉克之后的 专案战 他是这样说的 我们几乎没有思考过 在现阶段入侵行动之后 如何收尾的问题 不过 那么这个问题呢 他认为啊 美国军队自身呢 也无法解决 因为呢 这个过程耗时太长 超过了我们的领导层 所能够允许的程度 因此呢 美国总是倾向于速战速决 这个呢 同时受到军事和财政的影响 那么还有第三点 他的标题是 美国军队的组织形式 不适合非正规战争 这个其实挺好理解的啊 从越南战争时期就是这样啊 美军的组织形式呢 是为了在中欧平原 在当时啊 是和苏联的钢铁洪流对抗而设计的 那么这样的军队派到越南 去进行反游击作战呢 以下这是他的原话 我们的常规部队涌入越南 去支持他们的民选政府 但稍后又不得不搞政变去推翻他 这个抛开这些我们看来很有意思的 这个口无遮拦的话 这个美国港村的总结是这样 正规军的指挥机构 在非正规战争当中啊 缺乏必要的知识和经验 尤其是他们对于美国扶植的 当地政府的重要作用缺乏理解 那么这个所谓的 对当地政府的重要作用缺乏理解的概念 是什么意思呢 他是这么解释的 在正规军的眼里 金钱装备和人员 经常会被认为没有时间来的重要 因此呢 他们会倾向于采用更加快速的削弱抵抗的办法 即使这会削弱美国扶持的当地政府的合法性 哎 这个一解释啊 即使感又来了是不是 有意思有意思啊 那么这个美国港村就认为啊 美国的正规军以前没有 现在没有 而且他们呢 也不应该为这样的战争形态做准备 那么因为在越南战争之后啊 美国军队就加强了为正规战争的准备 所以之后他才能轻松打赢海外战争啊 所以今天呢他认为啊 从伊拉克阿富汗撤下来的这个美军 他们呢 也应该回到为大国竞争 做准备的这个道路上去了 那么治安战呢 就应该专门的人去干 他认为啊 美国特种作战的指挥部呢 啊 就可以去做这个事 因为啊 他们本来就是准备去干这事的 当然了 他也表示啊 自己的这些见解呢 在美军当中啊 并不怎么得到认可 美军的主流观点仍然认为啊 正规军队啊 照样可以去打治安战嘛 只要得到合适的武器装备和加强 当然了 这个可能更多涉及到 他们美军自己的这个内部斗争形式啊 咱们就看看他们的事呢吧 那么他的第四点啊 叫做 美国缺乏公众中心战所需的概念理论和学说 这个就是字面的意义了 那么他作为美国治安战的重要指挥官呢 也参加了啊 拟定和研究相关这些东西的工作 但是呢 显然的啊 美军对此就并不重视啊 那么也没有多少资金 没有多少资金呢 就没有人来参与的工作咯 发展的速度呢 就会继续的迟缓 那么与整个治安战吞噬掉的巨额的武器装备人员的经费相比啊 美军呢是完全不愿意花钱去研究 怎么打治安战这个方面 哪怕是一点点小钱 啊 这个呢就让美国港村啊 他也非常的恼火 但是他也没办法 对此他写的一段话啊 他特别无奈 说美国重要的领导啊 拥有大量的国内专业级的意见 但他呀 仍然不断的犯错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去读过那些东西 哎 这个重要领导 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不是专职啊 那一位 从最近大家看到的种种的情况来看 他这个说的呀 是整个美国的这些领导集团吧 没办法 那么第五点 专业军事教育中关于非正规战争的部分不足 按照他的说法 美国在军事教育体系中啊 没有涉及到非正规战争的内容 这个呢也影响到了特种部队 因为他们的新军官一样也缺乏 非正规战争相关的教育 尽管呢特种部队可以要求军官去学习相关的知识 但由于实战中呢 正规军的军官并不掌握这些知识 结果呢 在实战中 他们是要配合行动的嘛 就会出现非常不适应的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其中啊 让美国港村最头痛的 还不是战术层面的问题 而是美国的这个正规军的这些军官啊 经常会对美国政府相关的政策 开展治安战的方针等这些问题 他们也懒得去考虑 他们基本上只是单纯的从军事角度去考虑问题 结果这方面的这个认识空白 这个identify gaps 就导致他们啊 在人心领域 就完全失去了这个掌控的能力 那么第六呢 就是美国国家安全体系结构上啊 不适应公众中心站 按照这个美国港村的这个看法 美国的国防安全架构啊 是70年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设计的 因此呢 他们的重点是放在占领啊 控制啊这些方面 而这个国务院 中央情报局 国家安全局等机构啊 虽然他们也会出去搞这个颠覆破坏活动 但是这些美国政府的这个执行机构 虽然事实上的组织了大量的非正规战争 但他们的组织架构上并不适应这样的战争 那么中央情报局在这类的活动中的失败案例也很多啊 比如入侵古巴的这个珠湾行动啊 那么在港村看来啊 要打赢他所设想的这个公众中心战啊 美国需要一个在国内外拥有广泛权力 能够动员全社会的力量 使用一切手段来赢得冲突的架构 而这样的一个战争机构啊 这边虽然列社长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 但也能感觉到啊 他横坑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啊 他明显违反分权原则嘛 他这个权力也太大了 即使是当年苏联的克格勃 在他的巅峰时期也没这水平 但是啊 反正作为退役将领 这位美国港村现在可以口无遮拦 说说而已嘛 最后呢在他建议部分里还提了一句 说这个在进入电视时代之后啊 公众的意见让美军无法按照过去的做法 进行非正规战争 军队无法去做反游机所需要做的事情 哎呀 看来甭管是哪个年代 东方还是西方的帝国主义港村啊 他都绕不过要搞三方政策呢 那么这么说呢 这位老将军身上的flag实在是有点多啊 他所描绘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有点让我想起那个越战经典电影 现代启示录里啊 那个在越南丛林里建立自己野蛮王国的 这个美国上相的这个主张 but you have no right to call me a murderer you have a right to kill me you have a right to do that but you have no right to judge me what horror means what horror means 但是 恐怖 恐怖有臉 你必須為恐怖朋友 恐怖和無法恐怖 是你的朋友 如果他們不是 他們是敵人 他們真正的敵人 那只要我足夠野蠻 就能夠建立血腥的統治 這個是進入現代以來 所有帝國主義者面對游擊戰的時候的第一想法 看來從19世紀到今天 這一點 真是一點都沒有變過 話雖如此 但這位美國港村的伊拉克治安戰 還是能夠給我們關於治安戰 游擊戰 以及它對美軍 美國社會的影響 一個很有意思的觀察角度 這裡也推薦有英語閱讀能力的朋友 去蘭德網站找來讀一讀 國內有一些智庫對於蘭德的報告也是有跟進的 我強烈建議可以做這個報告的中一本 最後 我們還是要向各位再介紹一下 我們觀察者網會員頻道觀察員 這裡你可以看到更多的新聞幕後內容和專家大佬的網課 年費198元 在購買和續費時 輸入雷刷場的邀請碼999可獲10元優惠 好了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觀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請問一下 請坐